大华府地区二百多位各界侨胞新年第一天的早上 聚集在华府郊外一所校园内举行隆重的升旗典礼 当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冉冉升旗 远离故乡的侨胞心头飘荡起爱国的激情 这场活动我这是一场爱国活动 与任何的政治意识心态都没有关系 我再度强调我们不管谁做总统 我们这个活动将会永远支持 驻美代表高说泰夫妇也挥舞国旗 率代表处官员到场共襄胜举 高说泰不愿透露蔡总统即将过境美国 是否会与川普团队互动 但强调会有必要的规格与待遇 我想安全舒适便利尊严 当然最重要是一个必要的规格的待遇 这部分我们跟美方的相关单位 都做很好的联系 展望川普旧之后的台美关系 高说泰表示互惠互利将导致双赢多赢 美国的新政府在三个礼拜之后就要正式上任 我们也是秉持一贯的台美关系的一个友好 密切合作来追求互惠互利 当然互助的一个关系 但我想这绝对是一个双赢多赢的关系 华府桥界的元旦升旗典礼已经举办了12年 12年间台湾有过两次政党门替 而华府桥界对升旗典礼的热情丝毫没有变化 记者张国华 综艺平 华盛顿发达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